农历羊年即将到来 艺术家庄普等将近30位艺术家 就创作了各种可爱的羊 艺术家习时宾创作了一只黑色的 很前卫的羊 还有插画家在羊的身上 随机写上数字就像是鼠遮羊 进梦想 数字随机排列在艺术家庄普 设计的羊之身上 这是插画家邹俊生 以鼠羊为概念创作的 鼠绵羊 这个以中国传统生肖为主 艺术家庄普每年推出 不同生肖造型的素胚 邀请艺术家以彩绘 装置等方式创作 这造型就是原先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构想 是在这个形状上面 因为好像连接前面几个 都是好像都有这种方形 几何图形的变化 那也有曲线 希望这次也还是延续 它是每个生肖里面 好像有一个几何图形 它比较抽象的感觉 羊有很多很多种 就我选择那个羊是 它的脚是有一种曲线 那个螺旋状的感觉 那就把它简化 变成就是说一个圆筒状 一个简单素色的羊造型 在艺术家手里创造不同的惊喜 艺术家喜时宾以牡丹花 蜥蜴 壁虎等造型的金属图腾 装点在重新着色的黑羊上 时尚潜味 拿掉然后我们可以抽出来 这个很厉害 还有建筑师简学艺直接把羊角打通 用365颗乒乓球塞满羊身 柔软细致的羊毛 变成立体造型的乒乓球 在这个身上我们凿了这些 比乒乓球要小一点的几个尺寸 然后让这个乒乓球 我们把它丢进去之后 塞满了这个整个 这个里面的空间 它就从自然的它凸出来 所以这个乒乓球 真的像是长毛一样长出来的 它并不是从外面给它黏上去的 不同造型颜色的羊枝 都蕴藏艺术家们独特的风格 感动生肖计划已经有七年 历年来的生肖造型 逗趣可爱 而助学计划将所得捐赠偏乡学童 支持艺术同时也是做工艺